美国的月亮比中国圆,曾是几代中国人无脑宠美的真实写照,但现在中国人觉得美国的月亮不再圆了,这不是我说的,而是华盛顿邮报在最新一期文章中的感慨,文章还提到过去几十年,卵实力曾是美国在中国最有力的武器,但最近几年情况发生转变,美国的光环正在退晒,美国在中国失去了人心, 美国对中国城市居民和精英的吸引力所剩无几了,其在中国的形象,也跌落至中美建交四十五年来的最低水平,看到这篇文章,我还是挺有感触的,改革开放后,在亲眼目睹过美国的轻视繁华和祖国的贫穷困苦后,很多人不自觉地丢掉了朝鲜战争以来的所有荣光,曾经的中国青年是热血激昂的,是无所畏惧的, 即便中美之间的实力悬殊,犹如云泥之别,但他们仍敢振臂高喊出千万人无往已的口号,而后头也不回得慷慨复难,但这一切都在丰满理想与骨感现实的二人对撞中,陡然改变,从中国到美国的距离又何止千万里,即使相隔偌大的太平洋,亦有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, 对前往美国的签证和机票取之若武,哪怕散尽家财,哪怕抛弃弃子,哪怕一切归零, 崇美年代最真实的写照莫过于此,没有人愿意承认美国是错误的,更没有人愿意正视美国的负面, 他们只会把过错归结于自身,或者中国,于是久而久之,美国梦成为一种神话,一种信仰,甚至是一种政治正确,但这也不能全怪他们,因为牧墙是生物的一种本能,当中国再次打开大门与世界交流,几乎每隔十年,美国就会用实际成功告诉我们, 美利坚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,最有女神像将永久住立在山巅之城的最顶峰,八十年代,里根经济改革的成功,和ICT产业革命的成果孵化,推动美国经济进入自南北战争后的第二次镀金时代, 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美国高科技企业,几乎都诞生或成长于这个时代,九十年代则是美国军事实力的巅峰期,海湾战争横扫伊拉克, 新军事革命的序幕就此拉开,一边是多军兵种全面信息化的美军,一边是连半机械化都没完成,电子战更是两眼一抹黑的解放军, 此时中美两军的差距,就像是歌者文明扔出去的二项不一样,毁灭你,与你何干?紧接着就是四大耻辱, 1993年银河号事件,1996年台海危机,1999年南斯拉夫乍管,2001年南海撞击, 有人说这是一个没有希望到绝望的年代,更是一段在无尽黑暗里寻找光明的岁月, 在这种国防极度缺乏安全感,但世人却又深陷于经济高速发展,所带来的纸醉精迷的背景下, 时光轮转到本世纪前15年,是美国梦只把中国民间舆论的时代,伴随着自西方舶来的互联网,在神州大地的普及, 那批曾怀揣着美国梦的知识分子,又自甘地成为中国第一代公知,带路党, 他们凭借着圈内的学术地位和话语权,以止气使地批评着, 抨击纳,张口不是河山文化,就是你国怎我献私定体制之类的既定台词, 一度搞得网上舆论乌烟瘴气,很多不可思议的梗,就诞生在那个时代的互联网, 比如我不在乎什么大国崛起,只在乎小民尊严,高铁琴等一等你的人民, 青岛的邮包纸,无法复制的德国经验,白宫为生命停电,在日本盘子一定要洗七次, 现在看这些言论有多离谱,以前在BBS上就有多受追捧, 那中国人是什么时候觉得美国的月亮不再圆了呢? 有几个时间是转折点,第一个是2016年,中美南海对峙, 让中国人对美国的军事实力取美了,南海对峙是冷战后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海上对峙, 同时也是中美自朝鲜战争以来最接近开战的一战, 奥巴马亲自命令两艘航母,撤出南海的这件事影响很大, 首先是中国人对中美两军实力的认知彻底改变了, 虽然辽宁舰前20东风21D的出现,使得国人越来越自信了, 但谈起跟美国开战,心里还是有点出, 毕竟40年的刻板印象摆在那里, 但美国人这一跑,大家就发现,原来美国人的军事优势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, 至少在第一岛链里面已经打不过我们了, 不然他为啥不跟咱们硬杠下去,难道是心善吗? 这之后网上对中美开战的论调,直接呈现一边倒, 谁说美国在近海打得赢我们,谁就要被嘲笑, 军事实力是衡量国家综合实力的核心之主, 当中国人对本国的军事力量愈发感到自信后, 美国的月亮其实就不再圆了, 只是这种转变最先是由关心这方面的人感受到的, 其他人有点后知后觉, 其次是国际上对中美的认知改变了, 以前大家把美国看作西太平洋地区的话是人, 现在则是中国, 最后是美国人自己, 有美国学者把南海对峙, 比作古巴导弹危机, 中国是当年的美国, 美国则成了苏联, 古巴导弹危机后, 原本对抗衡美国还抱有侥幸心态的拉美国家, 彻底对苏联失望了, 结果就是苏联失去了, 将影响力辐射至美国后院的机会, 华盛顿在本地区的领导力被空前强化, 同理, 南海对峙也改变了东南亚国家, 为美国马首是瞻的局面, 新加坡翻脸比翻书还快的态度, 就是最典型的例子, 第二个是2018年, 中美贸易战, 让中国人对美国的经济实力取美了, 中美贸易战刚开始那会, 速败论在网上吹得很凶, 说苏联, 日本在经济接近美国70%时, 都遭到了打击, 而且无一例外都失败了, 所以持有这种论调的人认为, 中国根本抗不过美国的打压, 但现实一次次证明中国的韧性, 真不是苏联和日本能比, 以关税论关税, 美国加了好几次码, 都没能把我们打趴, 反倒是特朗普契机败坏了, 关税战打不过就启动科技战和所谓的脱钩论, 还是没啥作用, 最搞笑的是, 中美贸易额虽然明年下降了, 但如果算上中国通过对第三国出口, 再进入美国市场的产品, 我们对美贸易额和顺差实际上是增长的, 这是让很多人意识到一个关键的问题, 中美经济现状, 美国对中国的依赖性, 要远高于中国对美国的依赖性, 至此中国人对美国第二款思想刚硬, 即美国经济无敌论也破除了, 第三个是2020年, 疫情和国会山事件, 让中国人对美国的体制屈美了, 自由、民主、契约精神, 是中国人对美国最大的思想刚硬, 但疫情让中国人意识到, 美国体制在重大社会事件面前的脆弱性, 国会山事件则把美国民主的神话直接给戳破了, 第四个是近两年来的一系列大事件, 让中国人对美国的科技去美了, 去年和今年发生了很多事情, 让美国的科技光环也没了, 比如说华为在恢复麒麟芯片的产品供应后, 重新夺回国内市场第一的位置, 这说明7纳米制成的国产芯片可以大规模量产了, 美国芯片站宣告失败, 再比如说C919正式投入商业运营,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, 波音各种负面消息不断, 前有揭露客机存在品控问题的吹哨人离奇死亡, 后有300架客机, 被爆有高空气火爆炸的风险, 以前美国在科技领域的统治力有多强, 大家有目共睹, 曾经第二大经济强过日本, 说打歼灭战就打歼灭战, 愣是把日本打到失去30年, 如今想在中国身上复制80年代的胜利, 不但失败了, 反而还引火烧身, 别说统治力了, 能不能站稳脚还是一个未知数, 毕竟去工业化的脚步, 一旦迈出去就很难停下来了, 华盛顿邮报说道, 如今在中国民众眼里, 曾经背戏成为更大更圆的美国月亮, 也没什么不同了, 事实上不只是中国人觉得美国的月亮不再圆了, 随着嫦娥系列的探月工程的推进, 中国民众连美国人到底去没去过月亮都敢怀疑了, 以上就是中国人重新评释美国的最佳洗照, 什么人类的灯塔, 什么民主的典范, 都是历史的垃圾, 中国人对美国的定位正在回归传统, 直老虎这才是美国的原型。